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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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安慰的动作 还有拒绝的动作 对吧 好 这是这个整个框架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听 听实际上最早听是心理机制 我们能够听出来方这个语言 它背后投射认同想象的机制 如果再讲点理论就这个道理 那么我们在说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出来这一切 当我们说出潜意识意识话和用中立的方法的时候 其实资云师做的是悬浮注意 对吧 那么但是资云师如果像人一样陪伴来访者的时候 资云师做的是什么 是投入 对吧 所以资云师两个状态总在这里切换 一样就是悬浮的 一样就是投入的 并且更多的时候是一边悬浮一边投入 一边大脑里面进行快速的计算 计算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意识化 另一方面像人一样的陪伴 所以它是两层同时工作的 两种注意力的分配 那么如果我们再给它一个安慰性的动作 那我们就不仅是投入了 我们甚至是什么了 是卷入了 对吧 比如说拉康用手部去安抚它 有点卷入的悬疑吧 那么如果我们不是给它安慰 是拒绝呢 那就说我们再遵守什么 设置了 所以你看资云师的助力分配大概是这样的 或者悬浮注意 或者投入 甚至有可能卷入 或者用设置 这样的话 在这张图上 大家就能大概看懂了 新经典分配的实操的大概框架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把这个图 你们拍一张照片 你拍照片之后 你们以后在做试询的时候 你们就把时刻的拿着 拿着这个理论 拿着这个照片 来对应一下 你在做试询实操的时候 你在哪一块的时候需要做什么 这就非常有价值了 那么看完了这个图之后 现在我想让你考验你们的就是 让你们做点点小训练 课堂上训练就是 你们现在需要做就是 就要知道怎么说 现在我要要求你们把说的这三种 要给我说一些饭句出来 也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学时操的时候 我们学的就是语言的范式 什么样的语言范式呢 就是经济分音的语言范式 经济语言范式是有经典范式的 它的范式非常的经典 或者说还有规范性的要求 一般而言尽量说一些范式的语言 在门新问诚这部剧集里面 你可以听到资云师说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语言范式 当你们能够对照的时候 你就能把资云师说的范式把它全部记录下来 这样你们以后去做咨询的时候 你会把你的语言非常经典 因为经典的语言范式才能起到效果 才会拥有我们所谓的叫做语言的力量 好 那么我们来 我考你们在座大家 我问一个 然后你们看你们谁写的更好一点 比如说 如果要说一句潜意识意识化的肯定句 你们编一个句式 我听听 把你们刚做的作业念起来 我听听 好 你说 我这个句式是 说到这句就像是这种感觉 当有人说了你什么 是无法为自己辨解 是这个背景的句 好 那我 我这一识化的说法是 听到你这句话 让我感到 在你现在的生活中 经常会发生 有人说你 让你无法为自己辨解的情形 嗯 可以 这个意识化 意识化的仍然比较含蓄 对吧 好 如果在意识化的再具体点 你可以再怎么意识化呢 在具体点 嗯 听到你这句话 让我感到你生活中经常被 经常无法为自己辨解 感到很愤怒和委屈 嗯 意识化 意识化 意识化我们要把置换 置换回来 如果要置换回来的话 我们叫置换成 比如说 你的妈妈 经常 对你进行一种指责 而使得让你无法辨解 就变成肯定句了 直接把妈妈 因为你要置换回来 当然你也可以含蓄的说 并不说不可以 就是如果再想再具体的话 就可以这样去具体 好 你们还有其他什么答案吗 说来听听 这个 我刚才 也是 就是这个过程 嗯 第一个就是 意识化你化 对 肯定句 说一句 我说在这个过程 听完了以后 我觉得你确实有一种 冲动 想自杀的感觉 嗯 这是你给他的一个判断 那么 如果我们要是精确还原的话 我们应该把他的猛句话 还原回来 猛句话还原回来 怎么还原呢 我们可能会这样说 说是 你有没有发现 你正在借 那个风云的嘴 在说出你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把它还原回来 就是 对 置换的还原 必须要 把原句子非常精确的 置换还原 对 拿我来还原 这样他才知道 我的依据是什么 如果你只说 我感觉到什么什么 那就更像是 我们的一个判断了 他不能像是置换的还原 哎 对 你得有一个上句 然后给他一个下句 好 对铺垫 这是肯定句的说法 你们还有其他答案没有 有没有 没有了是吧 好 那你们现在告诉我 疑问句怎么说 同样是 潜意识化的疑问句怎么说 我想 我想问一下 你在我面前哭 意味着什么 好 这个是疑问句 但它不是意识化 它是什么 是投射 再想想 意识化的疑问句怎么说 其实 意识化的疑问句 和异化肯定句 没有太多差异 只是一个是问号 一个是句号而已 所以你们应该能说下试试 那就比如刚才那种 你说 在生活中 是不是你妈妈经常 对你这样子 而不给你编辑的机会 好 这就是问话 就这么简单 那么你说 问话肯定去 在我们给来的使用 是差异性到底在哪里呢 这个疑问感觉比肯定 这么柔和 对 就是柔和的 和委婉的而已 好 那么 关于意识化的这块 我想给你们几个语言范式 其实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时候 提到过了 我估议你们记笔记的时候 没有记上 或者你没有当做是重点 因为我们有时候 讲堂课的时候 会讲好多好多内容 但是有时候 你们可能因为听得多了 反而把重点给忽略了 大家想想啊 潜意识意识化的 句式里面的 适合用疑问句的 句式有什么呢 比如说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你有没有发现 似乎 这也是这种说法啊 好 一种说法就是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第二种就是 似乎 怎么有样 或者让我觉得好奇的就是 或者是让我觉得困惑的事 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 什么种样 什么样 什么样 哎 就是这就代表叫疑问句式了 比如说 我们如果套一个句式 就这样说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你正在借那个疯婆子嘴 才说出你自己的想法呢 这是疑问句式了 哎 所以疑问句式前面往往会加上 那么几个抬头 当然记住那几个抬头了吧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让我感到好奇的就是 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可能 你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或者说 听完你这样说的时候 似乎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或者让我感觉到 就像是你在用别人嘴 在说话一样 是这样的吗 好 这都是句话 问句话 好 这都是我们说前世纪话里面的一些 句子的范式 那么这些句子范式 在做联系的时候 你们知道吗 相当于咨询师的口头禅 所以我想让你们 把咨询师的口头禅练出来 咨询师的口头禅是什么呢 就是经常会说 有没有这种可能 还想我感觉好奇的就是 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件事情 非常有意思 这就是咨询师的口头禅 那么大家听没听出来 我昨天还给大家说过 我说门心问冷的咨询师 有一句口头禅 大家听出来没有 它是疑问句子里面的经典范式 但他总在这样说 我还提醒过大家 还记不记得 这个咨询师 他最喜欢说的一句 潜意识意识化的 疑问句子的口头禅 记不记得是什么 他最喜欢说的就是 让我感到好奇的事 让我感到有兴趣的事 这句话他说了很多次 他总在这样说 有一次我还给大家提过一个例子 我说他把这个口头禅 有一次对夫妻治疗的时候 在说的时候 他这样 他说让我感到有趣的是 你和你的妻子怎么怎么样 他开始做这个意识化了 但是那个男的 马上就打断了他话 男的说他 我们两口的生活 不是让你觉得用来有趣的 打断了他的话 原因就是 因为那是他的口头禅 他总是在做 疑问句式的潜意识化 能理解了吧 说明这就是他的咨询风格 好 那么潜意识化 大家理解了 现在告诉我 中立 大家 在中立这里面 当沉默就不用举例了 在中立里面 你们举这两个例 半句话和投射 怎么说 现在你们来说来听听 你说 当你无法为自己变解时 你有什么感觉 这是投射 好 半句话呢 半句话是 当你无法为自己变解时 你是不是感觉愤怒委屈 那个不是半句话 对 好 那就无法为自己变解时 你会感到 对 这就是半句话了 好 那么投射句式 大家想想 你们再说他一两个投射句式 我听听 看你们会不会去引导来放射做投射 怎么做投射 我举例说 至于说 我觉得 你一直都对我不满 来放射认为 至于说对他不满 好 至于说就会这样说 你认为我会怎么想你呢 你认为我是怎么看待你的呢 你认为我是怎么样评价你的呢 你觉得我在心里面是如何看待你的呢 这话是不是都是投射句啊 对了 投射句是非常容易说的话 你们再编上一两句我听听 投射句 咨询中如何引导来放人做投射 主要就是你们要学会句式 他对你这样评价 你怎么看 对 这种投射的句式 最简单就是 什么时候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 或什么时候东西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或者 这个疯婆子总在指责你 你怎么看呢 你怎么看待疯婆子 你怎么看到我和你之间关系 你怎么看待我 你怎么看待你 都是投射 所以这种语言句式很简单就是 你怎么看什么东西 或者关于这件事 你是怎么看的 你有什么感受 你有什么想法 你怎么认为这一切呢 你是怎么样想象我的感受的呢 好 你看 这事就进行了我们做的想象机制啊 投射他的想象机制 好 这块大家都会了 那我们再来说 像人一样说话 你们来变一两句呢 像人一样说话 你在我这里是安全的 你说什么我都会听 好 这是最基本的人的说话 还有没有其他的 那就刚才那个情形 我写说反正有点疑惑 你常常怎么样 这种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情况 一定会让你感到愤怒委屈 甚至想要发疯 这不是 这不是像人一样说话了 这等于把他感觉说是吧 人要投入 投入 对 那比如这个情形 应该怎么说 投入的话呢 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 就像这种感觉 有什么 却无法为自己辩解 比如说 我教你们如何说投入的话 投入的话 你或者站在 对方的角度说 或者站在你的角度 像对方一样说 都可以 你来说来听听 这个还不太像人 就是共情的人是这样说的 比如说 我听到那个风波这样说 我也会很生气 是不是像人一样 我不是自语师吧 你想像人一样 最简单就是 你和一个人 你的好朋友在聊天 你和一个人给你在 吐了一大堆苦水 你怎么说 对 就认同他 也行 你说 谁要这事都烦 我也跟你一样 像人一样说话 还有就是 如果站在对方角度说 你们都会了是吧 好 如果站在真实角度 说共情 又怎么说呢 你 没关系 你在我这里 把你想说都怎么样 都说出来 今天你就在我这里 尽情的说 你怎么说都可以 在我这 安全 你就应该来做咨询 这里面最适合你在 里说这些东西 所有那些不想说的 我这都可以说 所有这些都是 自语师的所谓那些 共情的话 能理解了吧 就是共情的句式 所以共情句式 就是要不然就是 像对方一样说 要不然就是 用自语师的那些 共情的语言就行了 好 那大家比如说 大家来看看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哪一段 自己变一点 哪一段像是共情 你们看啊 比如说这句话 苏菲说 他们跟你说什么 他们说我骑单车 冲上了街 好 然后 来方说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 那个老女人站在旁边 她说 她是故意的 她想自杀 她让自己伤命 然后 接着苏菲说 她一向疯婆一样 自语师也会说 是的 她说这句话 让人感觉太疯狂了 怎么会有人 会想杀死自己呢 看 自语师这句话 是不是像一句共情了 站在来方的角度 说这句话就行了 所以共情的话很简单 比如说 如果苏菲说这句话 说 就像这种感觉 有人说了什么 你就会为自己辩解 这些人会说 我有时候有种感觉 有时候别人就是不给你辩解 他们对你进行野蛮的结论 他们说 你想杀死自己 这是不是就共情了 所以共情的话很简单 现在共情大家应该会了吧 共情是挺简单的方法 好 那么共情我们现在也学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我们刚才教的这些句式来进行我们的分析 你看 苏菲说太不公平了 好 自语师如果共情 自语师会怎么说呢 告诉我 是 就是这么简单 对了 好 大家看这句话 他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自语师说 你不是觉得他在代替你说话吗 你是不是觉得他会代替你说话 他这个语言写得有点不准确 其实按理说 他这实际上是一个置换的还原就是 你有没有觉得他在代替你说话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不是这个字写错了 应该是 你是不是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 他在代替你说话 自语师的这句话 相当于是我们这里面的哪一种 大家说 自语师这句话 你会觉得 这个人正在听你说话 说出你的想法 对 哪种是 前一世纪话的疑问句 是这样的吧 对了 所以大家现在能看懂 自询怎么做了吧 就照着这个表格 去对照自语师的说话 你们就会了 我们再来看 这里面我们再看 自语师说 谈及你自己的时候 你觉得自在吗 因为来访者突然生气了吗 对不对 大家告诉我 自语师这句话 是属于这里面哪一种 再考考你们 对 投射 他在投射什么 投射来访者的感受 对吧 你觉得怎么样 这都是简直的投射句 所以大家以后 把句式记住 以后你们一样 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是用的什么 对吧 同样 当你有天 如果观摩一场咨询的时候 你要想知道 这个做咨询 这个人专不专业 你就看他怎么样 他说的话 是不是规范性的 他如果准确的知道 他说的话 是用来意识化的 还用来投射的 还用来像人一样说话的 自语师在做咨询的时候 必须非常清楚知道 我说的每句话 都应该是有意义的 明白吧 自语师并不是 平安无故的去 随便乱说话的 他必须得知道 我像人 还是用来投射 还是我正在做意识化 永远要考虑 这三种情境 所以大家现在 能看到自己话 对吧 他说 你这样觉得自在吗 因为你一直说 自己就会怎么样 一说到什么时候 你就生气 对不对 这就是做了一个 好 我们再来看 里面有些演员那么老 这里面是不是有投射呀 好 如果说回说 说回说 你看 那些演员 那些戏里面 都会找一些老人来演戏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大家告诉我 如果我们要对 说回这句话 进行三种方法 你们现在分别 给我说一下 你们会怎么说 意识化怎么说 中立怎么说 仁义怎么说 我再考虑你们 你们分别用三种方法 来给我三句话 就是这句话 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个视频里面 说回说 那些戏里面 那些演员都很老 他说了这句话吧 他说你看 总是请一些老人来说话 然后诗语师曾经问他 诗语师曾经问他 那你觉得为什么 他们请他老人来演戏呢 那个姑娘说 说回说 说是 因为老人可能没啥事吧 他们太闲了 是这样说的吧 好 那你们现在想想 我现在就用这句话考你们 你们告诉我 这句话 如果我要让你们用三种方式 你们给我三个三句话吧 现在开始 意识化怎么说 中立怎么说 人怎么说 来说吧 第一种是 你生活中 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妈妈是不是也有些老 好 这是意识化对吧 用的是一问句是意识化对吧 好 中立 中立 中立怎么说 对于这些人都这么老 你怎么看 好 这是一种说法 还可以这样说 说是 那你觉得在你生物中 有谁也比较老呢 视觉投色啊 这也是投色 好 像人 随便说个像人的话 像人 说话 人说话 像人说话 人说话的目的是共情 不再是资讯师身份了 是的 是的 这些演员 对了 我也跟他们一样 我也觉得他们也老 但我也老了 这就是共情 像人一样说话了 很简单 就可以重复一下方法 都可以 对 既往生意识扶述 人本的方法都可以 或者肯定 就像你看 投入或者什么 卷入 就是像人一样了 所以大家现在发现 心理咨询慢慢学会了吧 很简单吧 学会之后 你会发现 很简单心理咨询 而且那时候 你做完咨询之后 不仅是简单 你还会发现 做咨询的时候 来方者的意识化 潜意识的效果 和他治疗效果非常快 所以你看啊 有些人做咨询 他说 哎呀 我一天做好几咨询 感觉好累啊 心很累 为什么心累 一个是他听不懂 来方者说什么 第二是他总是 给来方者瞎呼共情 最后他把自己搞得很累 他不能找好来方者 如果大家现在 用我们说的技巧 做咨询 我以为说 你一天做八个咨询 你都不会觉得累 为什么 因为你很容易 能听懂来方者 想说什么 然后你又很清楚知道 我今天给他一刷 还是给他一个人 还是给他一个投射 就这么简单做咨询 很简单吧 所以咨询一旦 大家不要看 我们以前给大家 讲那个心情分析 哇 讲了那么多课 哇 好多好多流派理论 大家一看 他精神分析也太复杂了 但真的做实操的时候 各个流派的实操技术 都是这么具体 一点都不难 好 我们再来看 说一说 就这样 不用再问其他问题了 大家告诉我 咨询师这句话是什么 考你们 是属于里面的哪一种技术 那就是意识上 潜意识 你问一下 你们看一下 再看一下 所以哪一种 咨询师说 那你想让我问 什么样问题呢 投射 对了 简单吧 中立里面的投射 是这样吧 好 那如果这句话 我再考你们难一点 如果不用投射话 用意识化 你们这句话怎么回答 意识化 来 苏菲说 苏菲不想做的询吗 苏菲很生气了 苏菲说 就这样了 不用再问其他问题了 苏菲就准备走了 这个时候 你们告诉我 怎么做意识化 看起来你不想让我 问这样的问题 意识化 意识化是干什么的 意识化是要把来访者的 您说置换 收联系干啥的 还原的 那你告诉我 你们听懂没有这句话 可能置换了什么呢 反正是 自换的 他那个老人 他妈妈 就是想要再说话 有可能 没错 是这样的 所以 还有可能是 自换是 他妈妈对待他 他和他妈妈 这样的关系 没错吧 那如果我们要是 把这些自换还原 怎么还原 我们会这样说 你就像 对待你妈妈一样 在对待我 可不可以这样说 苏菲的那种状态 是不是像对他妈妈一样 他说 就这样了 不要弄其他问题了 他跟他妈妈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那现在他先把火 杀给谁身上了 自据师了 自据师要把这个东西 意识化 自据会怎么说 坐在你面前的人 是不是就像是 你妈妈一样的感觉 是不是就意识化了 你就像对待你妈一样 在什么 在对待我 你就像拒绝你妈一样 在拒绝谁啊 拒绝我 是不是都是意识化 很简单吧 好我们再来看 然后自据师做了个什么 做个投射 自据说 那你想要问什么问题 我怎么知道 新医生问题 自据师说 例如 你看问你爸妈问题 所以说毫无兴趣 你看咱们再来看 所以说 听起来你对此毫无兴趣 假如说这句话 我们现在要做 意识化 或者投射 或者人 你们再给我三句话 我把你们考的具体一点 你们就会缺懂了 想想 如果说非说 听起来你对此毫无兴趣 我们现在考核你们 你们怎么把他用三句话 还原回来 你是在 你是在 感觉你是在说别人 对你的话 没有兴趣 对 这是一个置换 意思就是 苏菲觉得他妈妈 对他的东西不感兴趣 对不对啊 苏菲前面不是也说吗 他去参加运动会 他妈妈都不来看 是吧 那就是意思就是 你看你对我的生活怎么样 不感兴趣 实际上他爸对他生活怎么样 也没有多少兴趣 对吧 他爸也没有投入他的生活 所以如果要还原话 很简单就说 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让我想到 你就像在说你的妈妈一样 他好像对你生活 也没有兴趣 也可以这样说吧 当然我们还有更多 更多的说法 还有更好的说法 都可以 那么如果我们要投射呢 我们会怎么说 对了 你看你们现在慢慢 开始上到了 好我们再来看 那么如果我们像人一样呢 怎么说 像人一样怎么说 对 现在你们会了吧 咨询很简单吧 咨询师在这里选的是什么 选是人而已 那你想想 为什么咨询师在这里 没有选择意识化 没有选择这个 头的中立 没有选择 反而选择人呢 对 他可能咨询师觉得 这里需要给他一个 给你拖一下 把你接住一下 就这么简单 所以大家知道吧 在咨询中 你们可以选择接别人 也可以选择分析别人 也可以选择给您一个中立 就这么三种选择 很简单的 所以经济分析也好 咨询也好 你们越学越简单 如果越学越复杂 那就学错了 我们再来看 所以说 你跟他谈过 你让我傻傻地坐在这里 而你早就知道 那封信的内容 来的时候 突然很生气了 这时候 大家注意啊 就对说费第三句话 如果我想让你们 用意识化 中立和人 你们告诉我怎么做 再练练 就他第三句话 说费突然第二次就生气了 他就说 你就让我傻在这里 你早就知道那封信的内容 等等 情绪突然失控了 我们怎么样 用这三种方式呢 我来给你们举例 你们听啊 如果我们要做前世的话 我们叫还原 收费的生气是对谁的呀 肯定不是对资讯师的 我坐在这 我才刚你认识两分钟 你就突然又哭又闹的 你觉得他是对我的吗 那肯定不是对我的 所以大家记住 来访者对资讯师的一切感受 都可能是置换的 对不对呀 好 那我们就要 就比如说我们要可以用一种方法 我们来问他 你现在对我的这种突然生气的感觉 你觉得我早就知道这种内容 等等等等 就会让我想到 可能在生活中 你对另外一个人 也是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这样可以说 这就把它置换你还原了 或者直接点出来 就让我感到 你似乎对你的妈妈怎么样 也是同样的愤怒 是不是也可以呀 那我们用第二种 中立 中立最常见就是什么 投射 那我们怎么说呢 谁知道的那半天 那个内容 那个新的内容 也可以 那么我们也卡替这样投射 我们就说 就是 你怎么看待 我是 怎么对待你的 或者在你心里面 你觉得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来问的另外 真是投射什么人呢 你们觉得 坏妈妈 是吧 或者是坏爸爸 是不是有可能 所以我们就要说句话说 你怎么看待什么什么 大家被据释就会了 被据释 就是投射据释很简单 就是什么 你怎么看什么什么 非常简单 好 投射会说了 那我说 像人一样说 怎么说 好 这也可以 还可以像 还可以用他的口语说 我要是像你一样 如果知道有人 有人设一个计 让我在这里 一切都是他们设计好的 我会和你一样 很生气 是不是可以这样 对 所以咨询就这么简单 好 说会说 他管你们这 他管你们这种人 叫做一群疯子 好 咨询师 如果把这句话 用我们刚才说的方法 咨询师会选择 潜意识化 中立 或者人 那么咨询师如果 选择意识化 咨询师说 你有没有发现 你说的一群疯子 就是谁啊 你自己 所以我是不是给大家举例子 我说 弗雷德听的那个人 不知道是龙哥还是谁 我记不清楚了 那个人呢 就给他说了好久的话 因为他说 我今天过来路上 那个有一个小孩 在公鞋上 一直哭啊 一直哭 一直闹一闹 闹了一路上 哎呀 一直在说那个小孩的情况 然后弗雷德听完之后 或者给他说一句话说 那个人是谁啊 就是你 因为你在我这里 做资讯怎么样 你一直在不停不停的 那说是错 那么或者用什么方法呀 我们这里面哪种方法 潜意识化 对 潜意识化的 而且是什么句式啊 肯定句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越是过去的传统的 经典的经文分析 他们越喜欢用什么东西啊 用肯定句式 潜意识化 对吧 现在在做经文分析 或者现在在做经文分析 大家越来越 语气越来越怎么样了 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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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里面也是一样 就是这种文化上的 咨询文化的一个变化 传承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大家就记住这个 就是来访者生气也好 或谁生气也好 都要考虑就是 他实际上是置换了谁 永远不要考虑 他对待你的 很简单 那么关于青少年的愤怒 我们都知道 青少年愤怒 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什么呢 就是来访者没有得到认同 所以他也会愤怒 这个是理论的东西 我就不用给大家说了 那么在这个文心文章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一集只有20分钟 我们正常语气是50分钟 那么他为什么变成了只有20分钟呢 到底是这样的 你们看 我们在黑板上大家看一下 在心理咨询里面 其实有很多时候 来访者会一直在说 我们会选择沉默 来访者有时候也会沉默 所以如果把中间这些 没有说话的内容 把它裁掉 那么最终你会发现 真正有价值的 或者真正是在这里 争锋相对的 或者真具有治疗性作用的语言 在资讯里面可能合并起来 也就是20分钟精华就出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 我们在看剧 不会觉得看很怎么样 很啰嗦对吧 因为来访者肯定也是把一个事 翻了覆去翻了覆去的在说吧 他等于是把那些东西怎么样了 经典了一下 裁剪了一下 把关键的用法都留下来了 所以20分钟就够了 就我们能看出来 但实际上 拉康刘派的精神分析 也是只做20分钟 大家看 苏菲说 苏菲进去 苏菲在资讯室的屋子里面 然后他看到图馆有很多 他的屋子里面有很多书架 然后他说 这些书放在上面很长时间没人看 这些书真可怜 好 这句话 我现在想考考你们 这句话很简单吧 你们分别给我用意识化 中立和人 给我说三句话 先说意识化 然后再说中立 你分别要 必须要知道自己 说是哪一种 先说意识化 意识化怎么说 可以 委婉的说话呢 你觉得生活中的 谁也可怜 不不不 委婉的说话 委婉的说话可以这样说 对 我感兴趣是 那是投射了 委婉的说话可以这样说 就是 我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这句话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就是这些书啊 你对这些书的可怜 可能是源于什么 你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是可怜的 这与世是不是很委婉 所以大家把这个句话记住 就是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 你觉得什么什么东西 是不是因为什么什么同样 也是什么同样的 这句式很简单 对 好 那大家告诉我 第二种 中立怎么说 中立怎么说 中立的句式 怎么说呢 中立我们最简单 就是用投射的方法说 这些书是相当于什么 这些书 你觉得这些书是怎么 怎么可怜的 是不是可以投射 如果他说这些书很可怜 说明说是谁的感觉啊 他的感觉 这是可以投射 还可以这样投射 就是 你怎么看待这些书的感受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你人话就行了吗 好 半句话怎么说呢 如果是半句话的话 你说这些书可怜的诗 那也可以 对 会了 好 告诉我 人怎么说 如果是人 好 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们要想把这句话 说得更切合来访者自己呢 我们会怎么说 这些书在我这里 是有被从到这儿去看 也可以 你说没错 这些书在我这里 我有时候还会去看他们的 至少我和他们怎么样 在一起 是不是书又象征了谁了 来访者了吧 我们可以像人一样说话 好 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像人一样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说 这些书 他们 其实我走到哪都会把他们带上 也可以像人一样吧 也代表着我和来访者怎么样 在一起 对 好 那如果你们现在看一下 咨询师的回答是 你干嘛可怜他们 换作是你 你会把他们放在哪 大家告诉我 这句话 咨询师用的是上面哪一种 投射吧 简单了吗 你们现在是越来越会 这个咨询的东西了 就是这么简单 意识化 还是投射 还是尖了 好 怎么没有他你会死吗 好 其实这个 这个说回这句话 说回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 就是他那个不是有一个 喷那个 治疗他的那个 哮喘的那个东西吗 然后所以说 你是不是没有他就会死 对吧 好 如果这句话 我们要是用意识化 我们会说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 如果没有什么什么 你就会觉得怎么样 自己也过不下去 是不是可以一只话 实际上 说回说没有他你会死 相当于说回说 没有人关度他 没有爸爸 他也会怎么样 你会死 这是不是又是个治患 当然 如果我们现在这么快 把它治患出来 来方的可能会不会接受 对吧 所以一般而言 这种治患用的比较少一点 当然理解了吧 好 那大家告诉我 如果是投射 我们会怎么说 这话如果用投射 怎么说 投射怎么说 你怎么看到他这个中效性 也可以 还有呢 你还可以这样说 你说 你觉得没有什么东西 你会死 这是投射呀 很简单 对 也可以直接 当然 至于用哪一种 我们根据当时语境来 对吧 我们肯定会选这种 最恰当的语境来说话 对吧 语气可以再调得委婉点 对吧 这是细的工作 我们先把这个基础 工作学会了 好 如果像人一样怎么说 大家告诉我 人一样怎么说 他对我必须要重要 我需要他的时候 他会给我安慰 可以 好 你们说都对 还有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喷的这个东西 如果我要是找不到他了 我还有一个备用的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呀 这都像人一样说话 像人一样说话 意思其实也是给来访者 一个暗示 意思就是 爸爸不在你身边 你还可以怎么样 可以找其他人支持你 对吧 这是个暗示